幫忙 全文對這部戲有什麼疑問嗎 我覺得那個 他那個文案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這部戲要表達的 做兄弟的今天公祭明天都忘記 你知道嗎 對啊 自己去想 自己去想這條路要不要走 你對這電影有什麼期待 我希望他這個票房可以破紀錄 對啊 再給國片一個有力的一個 強行爭 真的 需要啦 因為國片需要不同類型的 國片 他才可以蓬勃的發展 而不是失衡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 監製的壓力在哪裡 拍這個戲 監製的壓力 監製的壓力就是 對 我要拍一部破譯的電影 我一直想這樣做 我一直想拍類型片 台灣 賀碎片很多了 那個小情小愛很多了 但類型片非常少 類型片是可以帶著台灣電影 走出台灣的片型 現在拍戲會不會就是在此度上面來講 比較自由 在台灣是相對自由啦 所以我希望這部片拍出來是輔導集 那現在還沒訂 還在送審 那導演呢 導演的壓力在哪裡 我覺得是讓整個片子的風格和走向 維持在一個 有自己的風格 但是又屬於商業片的一個範圍之內 因為 站在我的立場 我很想做一個屬於有帶點自己風格的東西 但是商業 一般觀眾也能夠接受 對 這樣子做起來會比較有意思 會比較開心 是 導演很科技 他希望拍出教父之類的那種 非方電影 其實我們 我們當初在現場有聊到這一塊 對 就是說如果說有代表類似教父 台灣這種電影 其實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表示我們也夠成熟 對不對 而不是就是 小朋友打打鬧鬧就算了 張中文跟男鬼演戲會怕 其實壓力滿大的 因為很緊張 因為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傳奇 然後 而且我印象最有深刻的 有一部出戲是那個 他有一幕是要 因為我做錯事情 他要教訓我 然後他就要拿那個 就是那種藤條 大概五十幾隻 綁在一起的那種 然後我就去墊的那個 防護了嘛 為什麼要墊呢 還是要先墊一下 他就叫我 你去墊一下 我說墊完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會真的來 對 他真的來 因為他那一場是很狠 墊我了 狠狠教訓 很有教訓我 然後他就說 你先拍下來 所以我要拍看看 然後他就這樣 一下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我就說 我再去墊一下 因為他真的很大 你因為那個 我沒有騙你耶 我也以為他 我以為他可以 這個可以證明 因為那個時候 拍完新的場戲 衣服一拉起來 我 像一個地圖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我還以為他是 化妝 然後我還很壞 想說我要過去拍照 他還從頭看 哎呦 你這個畫得真好 我說畫得太好了 沒有 其實因為 拍之前我說 南哥 六百喔 不好意思 所以你還是嚇到 嚇到啊 印象整個 都不用演 因為那個 那個眼淚都從這邊飆出來 因為南狗是這樣 如果你不會演 他就用真來了 沒有 我真的演啊 真的啊 演得真的不錯 你也不用覺得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問南狗 你知道張立東是誰 他說這個人有演真的戲嗎 對 他還知道 有啦 他不知道啊 他說這個人是什麼 立東誰啊 你知道嗎 你這個有被 有被幹掉還是之類的 那不能透露啊 我覺得觀眾還是 沒有 如果沒有 其實沒那麼重要 因為我想應該是活下來 因為如果說 要你演死 我們也是會真來的 會 好不好 那這位總共花多少製作費 可以問嗎 可以 這部是 七千五百萬 哇塞 對 那後面還有宣發 對 是用完只是拍完嘛 對 哇塞 那你後製什麼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宣傳什麼 哇塞 七千五耶 我現在眼眶在飯堂 看了 看了出來 我看你一直心情想走 一直睡不著 如果不來我 今天三點半已經過了 三點半 王阿敏 你一開始拍這部戲之前 跟大家都不熟 對不對 只有跟小鬼 OK 那演這部戲 比如說 你有跟男狗對戲嗎 有兩場而已 會不會壓力大 會啊 會啊 因為 就像我說的 他們都是很資深的演員 所以我也希望表演 對啊 男狗太自然了 對不對 太自然了 我記得有一場是談判的戲 嗯 其實那時候 每一個演員都到 然後我要演得很 很霸氣很霸道 好像我完全不在乎他們的存在 那時候還有高級耶 對還有高級耶 對還有高級耶 他演刑警 很厲害 對 然後那場我其實就是要 我其實就是要開戰的意思 然後不想要尊重男哥 也不尊重傑哥 也不尊重彭哥 就是大家都 我就是有點好 我不在乎 就是要開戰 可是那個眼神 語氣態度 我那時候也沒演過電影 你知道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 就像這樣 就一直看著我 你知道怎麼演 大家也很狠 壓力很大 大家都要狠 大家都要狠 那場氛圍其實 我們 恩基很少 幾乎都是一次OK 因為每個人都很到位 然後那個 我記得導演也是要一鏡到底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人的敬位 都是一鏡到底 因為整個 整個戲份的 你需要那個 是 那張立東也在嗎 在 到位啊 在樓下 到位啊 他也在 他在樓下 在樓下 那是代位 沒有 你我也對不起 有抽演 在戲裡 在戲裡 因為 它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道具 那我們其實 也不能抽空煙啊 不能 很假 對啊 我很 太快了吧 那如果抽假的 還不如不要抽 真的 那真的抽就是真的抽 其實 人家說 彭哥你這部戲 抽了兩個多月的煙 有沒有上癮 我說 到現在我也沒有再抽一口煙 其實那個其實就是 大家也一樣 很多人都不抽煙的 包括陽明啦 那雪茄 他 一場戲抽了 兩三根雪茄 你應該很渴吧 而且是那種古巴最粗的 對不對 然後導演今天這樣 大家都笑 因為那一場 我也是跟彭哥 然後 但是他們要那個特寫 就是醃出來 放出來 慢慢的 然後嘴巴都開始發燥 對 因為抽 抽了一個早上 對 兩隻啊 雪茄通常是抽一根 是一天的量 半天就抽掉兩隻 還有頭暈 對然後有 他們讓我休息個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 因為真的很 你暈到就 還要耍痕 就已經被熟悉了 我就說導演 讓他休息一下吧 他有點鬥雞耶 你有吃檳榔嗎 裡面沒有吃檳榔 嗯 畢竟是美國回來的嘛 對 他們都說那就也不用吃檳榔 我跟你講檳榔更恐怖耶 以前我們有個老師就是 演戲吃檳榔就昏倒 你不知道這是喔 就一個老師演戲啊 他也流氓嘛 演戲講 我跟你講 MG 吐掉 再吃 吃到第七顆 我跟你講 這個戲吃檳榔是不是 阿國比較辛苦 他那時候 你是包藥是不是 包油還是 其實都有 全方位吃 要吃檳榔 其實他自己他很辛苦 他吃到 還不及 哇塞 演戲 超不要命的經驗演出 讓人肅仁起敬 史上最冷場表演 冷到讓屈中橫大笑 來這邊我就送一個禮物給大家好了 是其實說 來 妳包 仔細看喔 通手出麵包 來囉 掌聲鼓勵 我辯證是有道理的 這個麵包是大賣座的 表示我們腳頭會 大賣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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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制 這是尷尬的表演 沒有 先制 我現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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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